COVID-19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27号下午重新开放民众登记施打意愿 并在AZ及莫德纳疫苗外 新增国产高端疫苗的选项 结果单选莫德纳的仍将近323万人 占比近四成 单选AZ者则有41万多人 占比近5% 单选高端的也有8万多人 占比1% 另外复选AZ和莫德纳的则占了5成 三种疫苗都选的也有4% 不过由于许多民众对于如何更改 原先选择的疫苗感到困惑 指挥官陈时中28号在记者会上特别说明 分成有预约资格的和没有预约资格的 修改的关键时间则是7月29号中午过后 和8月7号傍晚5点 那没有预约资格或是没有预约或是没有登记 那等等的这些 他就是直接 现在你就直接在平台里面去登记就可以 那已经收到 我们可以预约 但未预约者 那在7月29号中午 以后就可以来改 那已经收到可以预约 而且也预约完成者 那你要等到这一轮的施打完毕 就8月7号之后的5点 那就可以在系统上面做修改 根据统计 截至28号下午1点 预约平台上符合预约资格的人数是138万多人 预约人数则已超过百万人 占比近7乘3 全台完成意愿登记的人数则将近828万人 其中包括27号下午2点以后新增的112万多人 另外台湾COVID-19疫苗27号接种人次达263309人次 其中施打AZ的近25万人 注射莫德纳的则有1万5千多人 累计全台有731万8286人次 接种COVID-19疫苗 人口涵盖率29.93% 继次人口比则是31.16% 专门电台记者杨仁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 天新市有1 rating 17点 민주竟梨 华广hib则所致国人 最大碾西路 12